多米诺王国 身为一位国王 你正探索附近的新土地 但在同时 其他的国王也可能有和你一样的目标 试着抢夺先机 寻找不同种类的地形 来完成你心目中的王国版图 游戏设置 每位玩家选择一个颜色 拿取一片起始板块 以及组装好的城堡 多余的移除游戏 把城堡放在自己的起始板块上 如果是三或四位玩家 每人拿取一个国王 如果是两位玩家 每人拿取两个国王 把其他板块依照人数 移除对应的数量 两人时随机移除24片 三人时随机移除12片 四人时不移除 使用所有的48片板块 把所有使用到的板块 正面朝下叠成一叠 放在桌上当作排库 接着从排库顶 拿取等同国王总数的板块 例如三人时共抽三片 而或四人时共抽四片 把数字面朝上 并从小到大排列 接着把它们都翻面 由其中一位玩家 把所有国王放在手中洗云 随机一个一个掉落 第一个掉落的玩家 把他的国王 选择要放在哪一片空板块上 第二个掉落的玩家 也把他的国王 放在剩下的其中一片空板块上 直到所有国王都放在板块上为止 然后再从排库 拿取等同国王总数的板块 数字面朝上 由小到大排列好后翻面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了 游戏流程 由站在最小数字板块上的玩家 开始游戏 把国王所在位置的板块 听到自己的王国中 然后把国王放到下一列的其中一片空板块上 接着换下一位玩家平放板块 一样把国王放到下一列的其中一片空板块上 以此类推 直到每位玩家都把国王放到新板块上以后 再从排库翻开 等同国王总数的板块 把数字面朝上 并依照大小排列 接着把它们都翻面 再从站在数字最小板块上的玩家开始 一样进行拼放所站位置的板块 与选择下一片板块的流程 以下是板块拼放的规则 玩家的最终目标是 拼出一个5x5的王国 一开始的城堡板块可以摆搭连接各种地形 如以下范例 如果有连接到其他的板块 至少要在相连的地方 有其中一种地形是相同的 其他相连的地方 则可以是不同的地形 拼放时至少相连一边 不可以只有角对角相连 如以下范例 拼放板块的时候 必须在5x5的范围内 不可以超过 如果你某次拿到的板块 无法放进这个范围内 例如以下范例 你必须弃掉这片板块 这样的话会造成游戏结束时 无法完成完整的正方形王国 所以在选择下一次的板块时 要注意自己王国的位置规划 游戏结束 当所有玩家的国王 都已经放在最后一列板块上时 玩家会进行最后一次 拼放国王所占位置的板块 当玩家都拼完后 除了先前有放不下的玩家外 其余玩家面前 都会有一个5x5的正方形王国 接着每位玩家 按照以下的规则来积分 玩家的王国会根据地形 来划分领土 至少有一边相连的 相同地形为一块领土 领土上如果有皇冠的图案 则该块领土的分数为 正方形数量乘上皇冠总数 没有皇冠的领土无法得到分数 如以下范例 如果想要以进阶方式计分 可以参考以下规则 如果你的城堡在王国的正中央 可以额外获得10分 如果你的王国是完整的5x5正方形 表示你成功拼完所有拿到的板块 可以额外获得5分 所有玩家计算完分数后 由总分最高的玩家获胜 若有玩家同为最高分 由拥有最大块领土的玩家获胜 若还是平手 由平手玩家中 拥有最多皇冠的人获胜 若依然平手 平手玩家共享胜利 恭喜你会玩多米诺王国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博根地官方LINE 快搜寻LINE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